台铁今天发生了死亡事故 时间是早上的10点钟 西线双向列车一度中断 影响了乘客4000人 根据了解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 骑着单车硬闯交流道 这里由这两个中间 指着栏杆柱 这里就是发生火车撞单车的地方 撞击力量大一旁的脚踏车 车身轮胎分解两处 车体几乎扭曲变形 一只拖鞋还留在草丛边 28号早上台铁新竹新封道 虎口路段 一名骑着单车的40岁男子 不顾路口警示灯响起 平交道柵欄放下 依旧从缝隙中闯入 骑着骑着当场被行驶中的 驱肩车给撞上 男子被撞飞20公尺 头部重疾破裂 四肢多处骨折 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他是从西侧 西侧往东侧走 进入是产业比较大 很大声 那你当时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我只听到 在家里我就出来 已经误告 这起车祸造成台铁双线 一度暂停行驶 四千多人受到影响 目前已经恢复通车 但怎么会坚持闯平交道 相信的原因还有待调查 接下来我们下期新出报道 各位方法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快递